OK兄弟们大家好 我大炮啊 今天给兄弟们解说一把 净会单挑赛 观战班的话也是好久没有见的 咱们的老朋友D丸杰总 D丸杰总就是当年 没有那个环架轰炸机的时候 D丸杰总的话也是净会单挑赛的 第一魔玩仔 就是论输出来讲 D丸杰总的话也是独一胆的存在 这边的话也是 突破发现D丸杰总 这边的话又在打净会单挑赛了 我们来看一下D丸杰总的话 还有没有以前的那个感觉 对面的话 附近的人也是经常打 净会单挑赛的一个兄弟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比赛 传统法系的一个对决 D丸杰总的宝宝名字还是非常的熟悉 对面的话冰川路戳宝宝 观战班这个群秒啊 法系秒法系 没有出法术报机的情况下面 秒他妈五千啊 这个又有点过分了 D丸杰总这边的话是一个法系的一个二 一个二锁 对面的话是一锁 我们来看一下观战班的 砰 哇 这三害兄弟们 带来此根听声先请 对面的话 三层封铃 可以封去 对面的话还是冰川 戳宝宝 观战班这个群秒三害 这个压迫力 就感觉对面有点缓不过来啊 对面宝宝不神一个的话 有点缓不过来 后排宝宝法术防御 一旦被群散的话 马上要被清掉 而且 我跟兄弟们说一下 而且对面是一束法系 你懂吗 就是你一束法系 出宝宝 要被观战班群秒的呀 就是一束法系 你打 你打PK 一定要是优势 你如果一束法系 你一旦没有优势 这个PK打不了 就观战班的话 你看 很聪明 出了个地府的一个小孩 我打一把鬼眼之后 不管你出不出隐身的宝宝 你出宝了之后 我这边接群秒 就这么简单 就二束 法系就怕被点倒 被点倒之后的话 容易被锁薄 你懂吧 有时候说的话 一束法系打比赛 一定要有优势 你没有优势 打不了 二束法系的话 就是比较怕被对面点 但是二束法系 比较好出 出地厅 就是一束法系 你像这种局面的话 地厅都出不了 就观战班爸爸局面 所以说的话 对面 在亲宝宝 观战班的宝宝气血也多 OK 一个亲室 亲一个宝宝 对面下一回合可以出宝宝 因为下一回合 地弯解冻 也得出宝宝 观战班这个伤害 对面宝宝飞掉 观战班就不一定出宝宝了 对面是肯定要出 观战班的话可以接群秒 观战班还是出了宝宝 看一下是不是隐功 哎 观战班其实打得很细啊 他这一回合出隐功 出这种高速隐功 就是怕对面这一回合出地厅 你看见没有 其实观战班打得很细 地弯解冻这个伤害啊 地弯解冻的话 是变连城的一个复战法系啊 也是有硬件 只是说可能单挑宝宝的话 确实没有 轰炸机那么绝 就是可以看地弯解冻 这个PK的这个意思呀 还是非常的OK 比赛的话是次回合 对面换宝宝 观战班打尺啊 脸边的话可以看得到 其实脸边的话 其实也是不鲜薄种 观战班是五个药 对面14个药 三个宝宝都差不多 对面的话也打尺 脸边的话谁赢 谁赢还不好说 观战班开打 对面这个宝宝法术反应也够 对面出了把金属 看一下要不要点人 出金属的话一定要点人啊 对面还是选择新宝宝 就怕宝宝宝神了 关战班的话开了一把大 哎呦 这个伤害太高了 对面再抽青屎 对面正 dei把青屎要是点人就好了 能归的话顶个要 对面可能是想先亲小孩再打九转 我给小孩庭掉 这一把比赛还不好说 关键帆到有鬼眼 对面出不了隐功 比赛的话是七回合 对面出宝宝 关键帆接取秒 这宝宝一出来 就差那么一丢丢了 对面这个时候要点人了 这个力劈出的不是特别好 对面擒三点 对面这个时候拼了 兄弟们 也不出宝宝 关键帆再接取秒 打出对面的163 秒七先 五成封灵 关键帆浓龟可以顶个药 对面接一把封卷 不出宝宝算了 要出就出龟塑 我可以对面直接拼 顶着163封卷 关键帆 出宝宝了 我不跟你拼了 对面的话可以出个龟塑 对面没有出龟塑 还是出了一个没有隐身的宝宝 那这个比赛的话 其实两边都可以啊 比赛22回合 下局再见